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点钟上班 你看现在几点了 怎么还没来呢 谁知电话那边的张晓峰却说 我现在在自己办公室坐着呢 我一听我就火大了 我说张晓峰你少他妈给我装毒了 我现在就给你办公室里边呢 张晓峰一听不好意思就说 不好意思啊 立哥 我忘了告诉你 我都换工作了 哇 你说张晓峰这小子啊 辞职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得我在办公室门口堵了半天啊 这不 年前一大堆工作拖到现在没人做了 于是我就找到了小李 我说小李啊 张晓峰辞职了 他的工作你一起干了吧 小李急忙地问 老板 加工资吗 我马上就说 不加 谁知小李甩了一句 立哥 你当我是立百样 加量不加价 好 你说现在的员工啊 让他多干点活就想着加工资 平时给的任务还完成不了 天天就职都闲聊 有天上午还没到吃饭的时间 我就听见我公司行政部的啊 那几个小伙伴在那闲聊 讨论今天中午吃什么 有的说我想吃炒猪肝 有的说我想吃炒虾鱼儿 还有的说我想吃公包鸡丁 我一听立马上前梳了一句 你们是不是想吃炒鱿鱼啊 看来呀 这员工还得管较严一点 所以从那以后啊 我对公司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从上到下的事儿 全要经过我亲自审批 这不 上周就有个员工跟我请假 说呀老板我脚上长了个鸡眼 要请假去做个手术 我硬是把他鞋给他脱了 给我看了那个鸡眼 我才让他去 结果这一周 那个员工又说 老板我又长痔疮了 那次以后啊 请假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但是我却发现了 我那个女秘书小飞还是老请假 还总是每月的一号请假 从来没有间断过 有一天我就问 我说小飞啊 你怎么每个月都请假呢 是不是外边兼职 小飞说没有兼职 说家里来客人 我就问什么客人呢 每个月都来 还非得你亲自招待吗 小飞不好意思对我说 娘见人 我一听我就放急了 我说娘家也有什么好招待的呢 这不耽误工作吗 然后我就严厉的问 我说小飞啊 你说到底是不是真话你说的 你说你们娘家什么人呢 叫什么找你什么事 他很不好意思又说 叫刘洪水 我一听刘洪水 那是不是老同学啊 原来是你娘家亲戚啊 我说那不行啊 今天我必须得跟他喝一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利哥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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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哥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走你